朱莉亚7岁时由于心跳过快 被紧急送往医院 随即被诊断出肺部长有罕见肿瘤 传统的化疗对这种癌症完全无效 在医生的推荐下 她立即开始了靶效免疫治疗 随后医生通过手术 取出了朱莉亚体内已经萎缩的肿瘤 又经过了一系列术后治疗 她终于从癌症手中 抢回了健康长大的权利 免疫治疗是一种癌症治疗手段 能够利用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 激活免疫细胞 取定位并消灭癌细胞 癌症患者体内的病变细胞 通常会抑制免疫系统的运作 但靶向免疫疗法 可以阻断这种对免疫系统的攻击 激活免疫系统 从而抵抗癌症 免疫疗法已经应用在 成人癌症治疗领域 但儿童癌症与成人癌症的疗法 完全不同 成功率也要低得多 如今澳洲儿童癌症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与世界各地的同事们一起 取得了潜在性的突破 更多患病的癌症儿童 将获得生的希望 癌症免疫疗法也将向 全奥患癌症的儿童开放 经过肿瘤测序 符合接受免疫治疗条件的孩子 就能接受这项新颖疗法 不仅可受益的癌症儿童 比预想的要多 免疫疗法的副作用也要更小 我非常感激烈 我并没有想到 我们在我的生命中看到这种 医癌症的改变 这是一个很巨大的医癌 而对于朱利亚这样曾经 患有癌症的孩子来说 痊愈的每一天 都是值得珍惜的礼物 请不吝点赞